好了,回來了 又要講講國內的消息 昨晚相信有些米粉都有看Live 什麼米粉呢?就是小米的粉絲 他當然是做了公開演講 今年應該是第三次了 第三次公開演講的題目是這樣的 叫做創辦於互聯網泡沫爆破之後 倒下於電箱全面崛起之前 這個應該是講某個網 我不知道叫做卓原網 以前我也有幫卓原網買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寫 他當然也講了創業的經歷 也有講到小米新款手機 叫做MIX Fold2 是接機來的 另外他就公佈了小米造車的情況 其他的不要說 首先這件事最重要的是小米造車 小米造車就說很順利 以及可以說超過預期 小米什麼時候公佈會造車的? 就是2021年3月的時候公佈造車的 現在已經有500天了 雷軍說自己對汽車工業有了更深的了解 知道了造車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雷軍說做車是很難的 不能夠急的 大家給點耐心給點鼓勵 小米就講清楚了 自動駕駛就是智能電動汽車的第一個突破方向 小米就是要下定決心的 全部都是自己研發的 首期第一個規劃就是33億人民幣的投入 現在小米造車專屬團隊就超過500人 因為這個技術很複雜 時間也比較緊迫 小米集團每一個研發單位都給了很大的支持 包括了小米人工智能實驗室 小愛同學團隊 小米相機部的團隊 小米相機部的團隊為什麼要做呢? 這就是跟智能分析的影像有關 如果你有用小米手機的網友都知道 我自己也有用小米手機 他們的AI功能 最初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華為那麼厲害 但是經過幾次更新之後 現在是追得貼的 其實是挺厲害的 小米不是弱的 也要說回 雷軍就說小米汽車可能跟其他有雙相比 還是有些差距的 但是在短時間之內 取得這樣的成果 已經是非常不錯的了 預期2024年 小米汽車就會進入行業的第一陣型 在2021年3月的時候 他那時候說會做車 最初就投100億的 未來10年就投資100億美金 雷軍就自己拿成功 所以現在你看到的投入其實就少了 因為首期規劃了是33億 他最初是 現在整體投入 現在100億是沒有花光的 之後10年還有100億美金 小米造車其實是有優勢的 因為有米粉的 內地也好 世界各地也好 深水寶島棍就說雷軍銷售賣員而議 但是 他自己是銷售賣員不要緊 他的團隊有技術人士就可以了 我的看法就是 他的做法 雷軍很明顯就是 就是學習這個 Stiv Jobs 就是學習這個 就是蘋果其中一個創辦人 就是說他 講這些演講的方法 和他都一樣 跟蘋果 Stiv Jobs那個做法 就是穿黑色衣服 穿牛仔褲 狗露 當然 我不是說 這是匾斥他的 我也是狗露的 不過他狗露得太厲害了 他說很久的意思 當然,供應鏈的資源,小米其實是很強的 其實它是有優勢的,所以你不要以為它沒有優勢 我們之前也在節目中說過 它在用戶收取很多數據 尤其是在拍照的情況 AI是否準確的 其實用戶是有反饋的 其實就是 那好了 當然,現在小米做車,其實是很長時間做的 不會這麼快做到明天就有輛車出來 明天就像特斯拉那樣賣 其實就不是的 我的看法就不會是這樣的 雷軍是有些優勢 但是我的操錢的看法 如果跟華為比較 華為就說了,華為就不想自己做一輛車出來 華為他們的目標就像博世一樣 就是每一輛汽車都會買華為設計的東西 就裝在他們品牌的汽車那裡 就是做晶片或者整合了的系統 賣給那些車廠的,這就是華為的做法 那麼小米的做法看來就很不同了 小米呢 他們應該會搞整輛車的整輛車 這個想法就是 現在看得到的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小米究竟 他搞這輛車 能不能成功 我相信跟他們的手機業務 是有很大的關聯 因為他們的相機 尤其是智能識別 比如你拿手機這樣對著水樽 他可以認出是水樽 其實那些全部都是 我的看法 是要有一定程度的技術才能做到 小米最初做不到的 或者我告訴大家 比如說 你對著一碟食物 華為手機就很簡單 你對著一碟食物 他就告訴你是食物 他調教那個手機怎樣拍食物 即是你吃飯之前打卡 華為手機 其實華為手機很久都可以 這個我也要說 華為手機起碼 也有七八年 你拿手機對著那個東西 他就知道是什麼 小米最初做不到的 小米是近幾年才能做到的 所以 華為手機做到的 小米現在都開始做得到 八爪魚龍眼貝 就是華為手機做到 拍什麼都告訴我 是什麼 是啊 其實華為是很準的 他做的AI 現在當然不同了 現在小米他們 因為他們還有做高端機 當然這個MIX Fold2 或者叫MIX Fold2 他這個手機 那摺機為什麼會出呢 原來有些解釋的 就是這個智能手機市場 傳統不懂摺的 那些好像我們這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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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已經飽和了 所以現在呢 就要搞一些摺機出來 那 原來呢 我最初都不知道的 我看回數據才知道 原來呢 現在的摺機 其實就是 出貨量 就是有得增長的 你普通機 增長就很少了 就是這些普通機很少 現在的人呢 就是 喂 現在就是 竟然追回摺機 這個 真的很奇怪 摺機其實呢 我在 洛基亞時代 就是別人用洛基亞時代 我也是用另外一些品牌 出品的摺機 但是摺機的問題 就是從來都是很容易壞的 真相就是 就是摺的電話鞋 沒錯 好像很有型 你聽電話就發開 很有型 但是 其實摺那個位置很容易壞 但是現在的人又流行 現在那些數據就是 給大家聽 就是 每年的增幅 摺機市場增幅 是兩倍多的 是2.64倍的 那 有預測的 就是去到 2025年 全世界 可以摺的手機的出貨量 就去到2760萬部 那 如果計算的增長率 每年就是70% 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會喜歡摺機 那 Chloe就說 摺機真的很帥 那 現在的摺機大了很多 兩個手機這麼大 其實那些人買摺機 就不買平板 其實就是這樣 我看到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就是他手機和平板二合一 那 Carol Chow 就說 印度已經在打小米平價機 還有Vivo 其實 印度他們想自己有自己的平價機產業 所以他們是會有打壓的 這個沒有辦法的 那 好了 講到這裡 希望小米造車都順利 我自己不算是一個米粉 雖然我有很多東西都是用小米 但是 小米嚴格來說 我覺得他們的產品 有些是可以 有些是不行的 所以我就不會每樣都買它 好了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再講其他話題 你有對話題 有些哪些 有些人 會不會每樣都買到 有什麼東西 是 沒有 有些人 有些人 可以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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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有些人 Zither Harp Zither Harp